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我们今天接着讲《语谍诗记论》第二卷,本地分中异地第二之二的第五设计。 这个地方呢,讲的有一个名词,叫云和名为六所烧市。 那个上一次我们讲过,那个火灾到来时,就会出现好多个太阳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热度非常大。 那么六所烧市是什么事? 他说第一,是小大沟坑,有第二日轮之所枯竭,就出现第二个太阳的时候。 然后大大小小的沟啊,坑啊,都会把这个水就烧没了。 第二呢,是二小河、大沟,有第三日轮之所枯竭。 有了第三个太阳的时候,热度更大,小河、大河全都干了。 第三是无热大沟,特别特别深的,那个大水池。 那个水呢,应该是拔凉拔凉的。 由第四日轮之所枯竭,有第四个太阳,把它给拔凉。 然后四者,大海,那个大海应该是水,无情无敌。 由第五日轮,及第六,一分之所枯竭。 它是由第五个太阳,以及第六个太阳中的一分,就是一部分。 用不着第六个太阳全部烤,就能够把大海都给烤得枯竭了。 五,苏米鲁山,及以大地体间实固。 那个苏米鲁山是哪个地方? 这是因为翻译的原因。 这一个山呢,也可以把它翻译成须弥山。 这个地方要追了。 我们平时呢,我们说的是虚米鲁山。 这个。 一级大地体间实固,由第六一分,及第七日轮之所枯竭。 就是,那个虚米山,还有其他那个大地,因为特别特别的结实。 如果有了第七个太阳的时候,它有第六个太阳的一部分,和第七个太阳,就能够把它烧得燃烧起来。 即使火焰,为风所鼓,那个风吹着,那个火焰呢,然后就越来越高。 辗转赤胜,极致凡事。 整个世界,凡天世界, 都被烧着了,又如是等,略为三事。 还有,把它再称之为,那翻为三事。 什么事? 第一,是水做生事。 为药草等。 这个地方它说的是什么东西? 那个药和草,它是因为有了水,才生出来的。 由出所搞。 就是最先,那个药啊,草啊,就先干了。 那个二级水是,由五所喝。 就是那个水呢,不管是大坑小坑,大河小河,还有无热大池,还有大海的水。 五个太阳,就把它给烤干了。 然后,三,横相续,住,起间,时事。 由二,做烧。 那个,如是世界,皆,喜,烧,也。 这个地方。 那个,应该是须弥山都要烧的时候,我们说呢,就是由那个第六个太阳的一分,和第七个太阳。 应该是算起来也算是两个太阳了,就把这个须弥山,因为那个实体世界都烧着了。 所以这个二呢,就是第六个太阳的一部分,和第七个太阳。 然后,如是世界,皆,喜,烧,乃至灰,莫,及于羽影,皆不可得。 烧成什么样?我们是东西烧了,还有灰呢? 你去找灰都找不着,你去找那个鱼影都找不着。 广说如经,这个经里边,还会说到的。 从此,名为,气世间一坏。 那个,什么叫气世间? 就是那个有形的世间。 气是有形的。 行之为气嘛。 所以那个有形的世界,现在都已经毁坏了。 满足二时终结,如是坏,已,然后负二时终结,住。 它是有一个时间段。 我们说乘,住,坏,空,这四个大段。 这个地方,这个地方叫气世间一坏。 这是那个遇到火灾的时候。 然后下边一个呢,叫水灾。 我们看看,云和水灾。 水灾是什么意思? 未过七火灾一。 那个七火灾是什么意思? 天上有七个太阳。 不,那个须弥山就烧毁了。 这个火灾太厉害了。 与第二净律中, 有巨升水界起。 那个第二净律,这个地方,也叫二产。 那个坏气世间,如水消眼。 就那个水电,一旦起的时候,这有形的世界,全部就泡酥了,泡霉了。 就像那个水倒到了盐中,那个盐一下就消了。 死之水界,与气世间一时聚谋。 就是水电也没有了,有形世间也没有了。 如是莫已,复二十终结住。 然后,这个地方呢,水灾过去之后,还有一个二十终结中的那个住的状态。 这是水灾。 云和风灾,风灾是什么意思? 他说,为七水灾过矣, 住七火灾。 这个计划。 感觉这个计划应该是复那七风灾。 水灾过去之后, 那个,我们说呢,这个, 一共有三个灾。 是祸灾,睡灾,风灾。 这个意思。 那个,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风。 从此无间, 与第三境律中,也叫三禅, 有巨声风灾起, 坏气世界。 这个风呢,一刮起来的时候, 有形世界, 全部给它毁掉了。 如, 风, 肝, 肢解, 负能, 消心。 那个, 肢解是什么东西? 是我们的四肢和关节。 有些呢, 比如说, 这个风干肢解是什么意思? 比如说, 有些, 沙漠中的, 这些人, 一旦一人或者是生蜀, 死了之后, 在沙漠中, 那个热风吹动, 没有水分, 最后, 那个, 胳膊腿, 全都有鬼, 都枯干了。 那么, 再往下发展的话, 就负能交进, 然后就没有了。 那个风也很厉害的, 他说, 辞职风剑与弃世间一时俱末, 风剑和有形世间, 后来他就没有了。 所以这河,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? 他说, 现见, 有一, 有风, 风剑法, 那个, 从那个风剑, 然后, 生法, 乃令其谷, 皆惜, 那个宵敬, 那个人的谷, 谷歌, 都没有了。 这个风也很厉害的。 同辞坏矣, 就是这个风灾过去之后, 复二时终结住, 那个如是略说, 世间一坏, 成住坏空, 这四个阶段, 你这个世间坏, 他要遭受到三种灾, 火灾, 水灾和风灾, 所以这里边, 这三种灾, 你看这个人的寿命, 是不一样的, 一个人寿是十岁的时候, 遭受的灾, 就更可怕, 二十岁的时候, 三十岁的时候, 这些, 那个, 人的寿命越短, 遭受的灾就越厉害, 人的寿命呢, 稍微长一点, 那个灾就稍微轻一点,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, 好了, 这个地方, 说的就是, 世间坏, 那个, 这一部分, 我们先讲到这一个地方, 那个,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,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, 什么小小的问题, 你说他说的这个火灾, 水灾和风灾, 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状况吗, 这个地方, 这里边让我们简出一个微妙的字眼, 你看这个风灾, 是从此无间与第三净律中, 有巨神风灾去, 那个第三净律中, 这是哪里, 这是我们去修这个禅的时候, 我们修行的时候, 我们的那个思想境界, 智慧开悟的不同的层面, 就是我们达到这个层面的时候, 它还会受到风灾, 但是如果我们智慧开悟到第四净律的时候, 那个火灾, 水灾和风灾, 就不会对我们有用的, 所以那个第三净律, 是我们人的这种智慧境界, 打到的境界, 所以对于我们身外的世界, 它是有点差别的,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, 那个水灾, 那个水灾是哪一个灾, 它是在第二净律中, 产生在那个水灾, 所以我们说修禅的时候, 我们就, 那个开发智慧, 叫初禅, 二禅, 三禅, 四禅, 也可以说第一净律, 第二净律, 第三净律, 第四净律, 当我们的智慧, 开悟到第四净律的时候, 这三种灾, 就影响不着我们了, 所以这个地方, 就是这种灾祸,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, 生命的一生影响, 这个地方来说呢, 又是那个大坑小坑, 大河小河, 又是无热大池, 还有大海, 须弥山大地, 这个地方, 它说的, 只是这种灾的可怕性, 所秧极的地方, 但是尼克那个灾, 生起的地方, 是我们的净律中啊, 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的琢磨琢磨, 再注意了, 只要我们的智慧, 开悟通达无碍, 所以现在它就可以灭过, 所以我们一定要, 应该说开智慧, 才能灭祸阳,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, 好了, 这一部分,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, 感谢大家, 感恩, 选藏法治。